而清明扫墓四天的连续假期 华丽县警察局玉立分局 为了守护玉里副里卓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秩序 特别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特别是将针对酒后驾车的行为 才不定时定点来实施路拦检来严格取缔 113年清明连续假期即将来临 今年总共有四天 华丽县警察局玉立分局 为了守护玉里副里卓西南区三个乡镇的交通秩序 特别是规划了交通疏导勤务 本分局为了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及安全 在相关大型公墓及公共景点 有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也请返乡的游客依照同仁的指挥来行车 另外也提醒近期 有民众因为酒后驾车而酿成交通事故 警方为了要从根杜绝酒驾 针对酒后驾车行为 踩不定时定点实施路拦检来严格的取缔 喝酒后绝对不能驾驶交通工具 另外如果开车时觉得疲劳 也可以在路边或安全的处所暂时休息 保障自己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再度提醒酒后绝对不可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 另外驾驶车辆感到疲劳 也请先休息之后再开车 不要疲劳驾驶 平安出游安全回家 记者高双双预警阵采访报道